大家好,我是干杯集团料理长韦中,大家好 哈喽,我是菲律普代表,我是益生,大家好 好,那我们今天要做的是我们的干杯集团跟这个菲律普合作的一个烧肉组合里面的以比利猪 那今天的部位是猪梅花,因为它呢,都是橡树果实 之所以这样,才可以吃半身熟,跟牛排一样 哦,所以它才是西班牙的国宝猪 对,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了 今天厉害啦,我们用的机器是气炸锅 没错,我们今天就会搭配菲律普这台气炸锅来做出不得了的料理 它是不用退冰,不用翻面,也不用预热,就可以帮你完成任何一道料理 好,那我们就直接来调味了 这个是烧肉组合里面的干杯椒盐 调味完成之后呢,我们就麻烦一轩 我们这个操作使用都很简单 温度界面这边都可以直接去做调整 像我这边是10分钟 那我们再点一下旁边的地方 温度就可以调整 最高温是200度,直接点选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有个开始键 按下去,这样就完成了 因为它是改良过的最新款式 所以它的声音也是比较安静一点的 这个时间我们也不用去顾它 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等待料理完成就好了 这台机器它特别厉害的地方 就是它底下有个海星底盘 它是不需要翻面 也不需要预热,不需要解冻的 所以我们东西就丢进去 在新手妈妈或是像我可能比较不会做菜 没有像师傅这么厉害的,我们就不用管它 新的吃法就是烧肉店里面生菜包肉的吃法哦 拿一个生菜 然后一点点葱 蒜片一片 喜欢蒜片多一点也没关系 泡菜 好,那这个是香油跟盐巴加在一起 这样包着吃 那我们今天这个料理就完成了 像我们今天这个气炸锅加干杯的料理组合 在我们的Momo虾皮还有PC Home 跟干杯超市都可以买到 那我先来下单哦 是什么呢 o 你